乍寒丹风元宵 不仅是台东市的元宵节亮点 在东海岸的陈宫镇 也是相当热闹的 陈宫镇元宵绕镜 19号的上午10点 在公所的乍寒丹活动开始之后 陆续的展开 一共有28个镇头走上街头进行绕镜 希望能够借此为镇民们消灾祈福 开箱仪式隆重盛大的举行之后 炮手一手拿着箱 另一手拿着鞭炮 邯丹爷站上轿子 便开始炸了起来 眼前的画面随即被鞭炮声以及烟灰 给笼罩了 这样的场景不仅在台东市区能够看到 来到了东海岸的成功镇 一样热闹 在早期的时候 只有我们台东市区有 寺庙绕镜然后炸邯丹的一个活动 但是在过去的五年六年 我们成功镇公所都有办理这样 就是炮炸邯丹 然后寺庙绕镜起舞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整个镇上的我们的相亲 能够共同来参与 然后共同来欣赏我们宗教文化的一个习俗活动 随着仪式结束后 成功镇的元宵道镜便开始进行 今年我们有28个镇头 29个公庙 共同来参与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我们的活动 从今天早上10点 在镇公所 邯丹丹也的一个开箱仪式 炮炸邯丹开始 然后中午的一点开始 就整个在我们市区 做一个绕境欺负的活动 期望这样的一个文化 我们能够继续把它保存 这样的一个民俗 我们继续把它延续 祈求未来在我们成功镇 甚至在我们台东县 整个海岸县 都能够很平安 很顺遂 很顺利 庞大的绕境队伍 竟然高达28个 比起台东市区 毫不逊色 希望借此能为成功镇 消除灾厄 带来好运 盼望在新的一年 能够诸事平安 而其中相当重要的文化意涵 更是可归之处 即使远在东海岸的成功镇上 一样让民众们 炸邯丹 风元宵 记转其轮 成功镇报导